韩国男团winner前成员南泰炫前年因为心理病而停工 并在同年11月正式的宣布离队 他退团后自主名为South Club的乐队重新展开音乐活动 而一直以来因为特立独行而饱受网民恶评的南泰炫 以多次的通过社交账号发出警告 3月21日他再一次发文表达最近的心情 比起过去拥有华丽和很多支援的我 现在的我充满丑陋和不满 我也觉得很难过 因为这也是我的第一次 我还是25岁 就是刚好是大学毕业的男生而已 最近正饱受的病患正在扩大 变得很不好 我正尝试做运动来克服 毕竟好像用默念的方式是最优越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人的想法是自由的 但我在想人与人之间是不是也虽然有尊重 过度的猜测对彼此都不好 我想再感谢一直相信我和爱我的粉丝 但是若有些东西过度了就会产生问题 南泰炫就只是这样的人 所以就看着这个本来的我好吗 南泰炫在文中提到病患 不知道是否指曾经患过的心理病 因此令不少的粉丝感到担心 粉丝纷纷留言为他打气 希望他不要因为网民不负责任的留言而受到伤害 也有粉丝指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会一直在他身边 希望他可以克服 继续勇敢做自己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